HELLO 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这支透明的332DF间PanBBS的一个笔 但是还是一样,还没有观众回复我说 绵绵是什么意思,我到现在没看懂 也是一样一个透明的套筒,还是说一个套壳吧 透明的套壳 再下来的话也是一样 我之前做那一支的话好像是 这一块是一个纸质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设计问题 然后经常会弄断,换成一个橡皮的 好,拆开了 反正这个还OK了,我觉得挺好的 只要把这个给去了,那就够完美了 就这样子一个纸盒 好,先包装放一遍 就很简单的一个条码什么的 对于它生产来讲的确是方便很多了 倒是少了那个Tanbio Logo 但Logo那个嘛,在笔上面就好了 在这里意义不是很大 然后再下来我们先把这个笔打开一下 那这支笔首先第一个感觉 它是一个偏小的感觉 我拿一下那个还是一样 无印的和那个 墨匠的一个M2 然后进行一个比较 那看到它相对来讲的话 拿起来会跟无印的一个笔会 粗细是差不多了 差不了多少 反正如果喜欢用细笔的人 我觉得它是OK的这支 因为个人来讲我是喜欢一支粗一支细 然后对换的这样子来日用 就是说我日用有时候固定是那几支 但是我有时候想换换手感 然后我就换一支粗一支细 这样子有对比 然后就用起来会比较有那个怎么讲 比较有那个冲击感 相对对个人来讲 然后那个笔本身也因为比较细 所以是偏短的 因为墨匠应该也属于偏大的 比中间偏大 因为暂时来讲真的我唯一放不进笔带的笔 就是这支万宝龙的149的 对149这支笔别的都能放到下 唯独就这支放不下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就真的叫大笔了 其他的就是或者149再小一点点都能叫大笔 但是墨匠的我觉得跟我平常用的频率用的最高的爱成的话 它还是小一点点 那这个所以说中间偏大这个就叫大笔啊 大概是怎么我个人是这么区分的 因为是我手的一个原因了 这个每个人手的小呃大小也不一样嘛 好那那一个呃 别的大小大概就先这样子 好我们再下来讲一讲它这个笔感 那还是一样呢 这个这时候需要拿百利金的这一支来做一个比较 为什么就比较它上面这个抛光面 百利金其实这一支我录了好几年了 能看到这个抛光面还是呃 中间它黑线这些锐利边还是非常锐利 但是相对比起来弹比的话 那个边的那个锐利度没那么明显 我们看一下笔感后后方这个位置 我私下在镜头里面表达一下啊 那能看到它这个边的话有点小虚化 但是百利金那个就没有 有可能是颜色的问题了 但是透明的也可以做成这样子 就是我印象中的话就三文坛它的边是也是能到这么锐利的 那是镜头上面感觉都很很漂亮很很很好看嘛 但是实体上面来讲的话我眼前一亮的这个这个抛光的话 只有三文坛和百利金的就是说人当时觉得说啊啊就是说一一眼就觉得我很不一样的一支笔 好然后再下了下来的话就是这样子这个笔声的话是一个吸默器 然后透明的笔甲的话印象中那个弹笔的笔甲都这样子粗 然后收然后再放大但是形状不一那希望是说弹笔的话可以 因为它自己的一个品牌风格根据系列然后去把这些就是细微的元素然后去定一下 就像那个我最爱的品牌的那个海运呃威迪文嘛 那能看到就是说它笔甲有换但是有些细节没换 比如说像这里这个笔甲它比较前端的这个地方它是比较长的 那你能看到就是说它永远笔甲一定是一个中空的形状 那别的品牌也不用说完每个品牌就是欧洲笔或者日笔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那国产笔是希望说最后有这样能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呃呃 怎么说愿进吧好然后这个一开始我我先打开一下好有点小紧 然后有点小晃动一个笔小晃动但这个正常吗 所有笔都会有的一个情况 那再下来的话就是嗯看一下啊啊有点小松动 是不是因为这个松动了我们再来一遍 嗯好好很多呃也是有点不过任何笔都有这个情况正常啊 没有换动的话这里最后肯定会有一个毛痕的一个情况 再下来的话这个笔笔笔帽觉得没什么可讲的呃 首先这里的话有一个问题就说像很多高级点的笔的话它都有一个套筒 但是有那个套筒在里面的话就非常难看啊说实话真的比较难看 像这样子清净干干净净的都会好看点像我的823的话像现在出了 但以前我用的时候是也是这样子把那个套筒给拔了 然后就是那个保证它整个的清澈透亮啊这样子一个感觉 再下来其他的一个看一下吸墨器的话应该也是那个英雄3.4口径的一个吸墨器 嗯笔墨的话是偏小真的是对个人来讲是偏小一点点那书写肯定没有问题 嗯因为个人的这个常用的笔墨都是这个粗细那就他这个就有点个我是觉得偏细了 但是手小一点的妹子或者是说那一个呃是比较瘦的人吧 或者手比较小人的话这只还是挺ok的拿起来非常轻 但是呃跟别的呃怎么说就是说轻度都差不多吗 因为这个根据材料吗 除非是说特品牌上面就特别高级品牌它会有一个明显差别 那价位没上到那个位置的一个品牌它会觉得差别不是很大 价格已经忘了因为是那个十几只比我一起买的 所以就对呃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讲的也差不多了那吸墨器什么等等的特色也没有找到 因为笔墨这里也是一个圆形的嘛 没有那个手型固定那但是那个其实用久了呃意义不是很大 呃再下来的话啊笔尖必须给你们看一下对有个名字 我就没太懂这个到底什么意思 笔尖的话就不知道是水滴芯还是倒空打磨了 因为镜头上面呃也看的不是很清楚 那里面看一下能看到就看到了 呃笔舌的话到时候我挺喜欢的一个笔舌跟那个smit 笔笔笔舌非常像啊 这个笔舌感觉可通用到很多笔尖 因为有些它笔舌比较直的话 我贴有些尖的时候有时候贴不上去像这种可能会呃好一点啊 再下来的话就是笔舌大概这样呢 我们就先来上山末 然后试写一下跟一只那个原子笔或者圆珠笔来进行对比 看一下粗细 今天的话我应该不是我反正买的时候不是EF就是F 最基本上就是肯定买最细的这个是默认默认 因为有些它是没有EF了好那一个试一下 我看一下能不能给你们看到那个山末的状况啊 我又碰到那个啊 你看我又碰到了就是啊还是这样子吧 我尽量给你们看到吧好吧 OK上了一点点可以了 好那先把这个笔给盖上啊 每一次最麻烦就是墨水上墨弄到手这个问题吧 希望有个瓶子可以改进这个问题 要么就是那种低墨式钢笔就是最简单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好那就下来先把这只笔给上回去 那笔我就比墨就上一点 因为最后这只又是洗了 然后就是打入冷宫的节奏啊 因为用不完整的就是基本上去试写 像有些两个月三个月那种试写真的有时候不是不想做做不到用不了那么多的笔 那除非是说专门有些不同人书写 但是不同人书写吧 他的手感也不一样对 好这一支是332那开322开一下加速 那我就 好那书写完以后能看到EF间的一样比那个 4point pen就是那个原子笔的尺寸稍微出了那么一点点 笔尖的话相对来讲就跟之前忘记做哪一支四字头的弹笔 但那个缩写手感还是比较满意的 因为他的双色尖就是还是那个问题 滑又滑但是又没有那种就很虚写起了那个笔尖的感觉 那听一下这个写字那呱呱的声音吧 对出风的话反正这个真的也还是一样看个人 你只好一样可以出风没有差别跟笔没有关系 呃所以说通常不建议买太贵的笔 因为买太贵的笔你就没有借口了对 还是买一些便宜的笔各种书写晃晃笔间玩一玩 这样子才像一个完毕的一个乐趣 再下来的话其他就还ok 那反正就是说字的话不会说很虚或者说很紧密 我用的墨是百利金的4001出水量算是非常大的那种 那如果你们用什么写了就预算比较好一点的 那肯定是说书写的一个粗细肯定能更细 但是墨干的没那么快 因为我个人是喜欢墨干的比较快的 那像这种出水量大那就更不用说了 直接一刷就没了对大概就这个情况 那整笔的评价大概就这样子了 中规中矩也还是一样的 特色来讲可能就是说不是特别大的一个特色 另外一个的是它的一个透彻感不是特别满意 那这个墨将其实用了也有暗链 应该也有一年左右了 反正当时做视频忘记第一个视频是什么时候了 然后就反正能看到这个透彻感还是有差那么一点点的 然后唯独最大的一个特色在于说它的笔感比较细 因为透明示范的笔感估计就摆了78G的那一支以外 就这一支有那么细了 对其他的话就特色真的想不到啊 大概就这样子 那有什么问题留言一下给我 讲的不对的帮我补充一下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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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